沒有聊四季 天天中心 大家好 我是Layu 今天要來看破派人對手一手邊亞人 這場比賽也是天梯的阿拉伯地圖 好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藍方選的是波蘭 波蘭在昨天的影片也有出現 那這次波蘭是哈特這邊選擇的 波蘭的話也是我最喜歡的文明 最主要特色是村民會自動回血 但黑色單不會 挖石頭會有挖金 會挖到黃金的一個特性 所以他挖石頭來說的話 經濟沒傷得那麼嚴重 那再來就是破派人的魔防 會變成大魔防 大魔防旁邊撒農田的話 可以立即收成8%農田的食物量 非常的豐厚 到地龍時代之後 還可以打這個大洛瑪 這個大洛瑪還有踐踏效果 只要點下金罐之後 那銀罐點下之後 這個貴族特權 騎士的黃金的成本 只要30而已 非常的省 所以破派人的話 整體來說還是打一個騎兵路線會比較適合 但他要打工兵跟步兵也是OK的 步兵路線的話 可以打這個寶兵 這個錘子兵 如果是工兵路線的話 可以打強弩 有三級色化學 而且還有拇指環 所以工兵來說 也不是太弱的一個選擇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 伊索比亞 伊索比亞的話 最大特色是工兵的射出 是全有性命最快的 那我認為 這個伊索比亞 不管是單挑還是團戰 現在應該都是有A級以上的能力 甚至有A10級的一個水準在 那伊索比亞呢 為什麼會有這麼強大的能力 是因為他後期還有這個 扭力彈射器 這個可以讓工程器的 範圍 這個弱點的範圍 非常的廣泛 像火炮啊 或是頭車 還有巨型投射機 這類的東西 都可以變得非常的廣 那這個能力 讓他在後期 不管是打團戰啊 或者是單挑來說 都有一定的影響力 那他比較弱的地方 是他的騎兵路線 他騎兵路線只有三防 跟兵種 這個兩個都沒有 所以他到了後期 這個駱駝打起來有點無力 雖然他的銀貫 這個皇族血脈 可以讓駱駝跟自己的寶兵 彎道勇士 減少對於騎兵的三點傷害 但打到了後期 這三點其實 帝王時代 駱駝還是不太能打 很容易打輸的 所以這場比賽 我覺得波蘭人對於索比亞人 可以來嘗試 試試看 出這個駱駝 來試試看這個皇族血脈 對騎兵果 到底有沒有用 我們就來拭目以待吧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 兩邊的選擇打法 兩邊應該都是選擇一個正常開局 一個是攻兵開 一個是刺猴開 但是現在這個Meta來說 即使是攻兵果 還是很容易騎兵開 最主 刺猴開 不是騎兵開 那為什麼會這樣子呢 是因為現在的P數都是18P上封建時代的 這就意味著 你可以超級極限出肉麻 然後去 開始騷擾敵人 那對方攻兵出來的時候 你可能已經有四隻四猴了 很明顯的可以 counter對手 的一個 軍事的一個實力 那也要讓對手 去花更多的這個手術 去圍掉自己的經濟 像是要把這個木區圍起來 或是果子區圍起來 的一個重點 或是直接不為家 那就會有點危險 那Isobia的話 沒意外的話 應該也是直接上 馬舟 果然 那這邊 波蘭應該也是上馬舟 最近他是補肉有加成的 欸他結果打臉 哈哈 那為什麼我會說不中呢 這主要原因是因為 我根本沒有看這場比賽 那我只是覺得這個文明對戰的 的一個特性比較有趣 然後打的時間比較長 我覺得應該是有出現一些有趣的畫面 那這樣子的話 我博爆起來 也會比較像跟大家一樣 在看 一場全新的比賽 我就不會這樣預測未來 不會預測未來的話 看起來就比較有這種實況性的觀賞感 好 那Isobia很明顯 除了這個叱吼 叱吼兩隻 結果波蘭是打工兵啊 那我在之前的波蘭的影片 我也是提到 我自己打波蘭的時候 很喜歡玩工兵開局 我不知道為什麼 這個波蘭前期打工兵比較穩定 比較不太會被 康可到的感覺 因為這個 他出刺吼 你只要出長槍兵加工兵 基本上就可以反打回去 甚至你還有一定的壓制力 對方會耗費太多肉類 在這個防守上 而且對方還要被逼迫的 出這個射箭場 然後再多花一筆費用 讓他前期的可能轉兵啊 或者是灑農田 會被稍微拖到一點點 那看起來這邊波蘭人 反而是比較傷的一邊 雖然兩邊都沒有死寸 但是他這邊農田還沒有趕快灑 現在補下才剛講 雖然他木頭這麼多 然後伊索比亞都已經灑了一圈 這個反而有點怪怪的 正常來說他出這麼多 單位的話還有射箭場 農田應該會再少一點 結果伊索比亞農田卻比波蘭還要多 有可能是這一波的刺猴 真的是有做到點事情 你看這個波蘭要一直用自己的手術去防守 不然很有可能會被抓到村民 這邊是捲著挖了後方這個金礦 那波蘭這邊的土是非常非常的爛 爛到也不行 大概給打分數的話 應該只有60分 勉強及格 為什麼是勉強及格 原因是因為他後面有野金 算是小小的補正了一下這個壓力 所以他前面這塊野金 這個主金要怎麼守這個重點 可能還是要插一多城堡在這個地區 守一下主金跟一下前面的石頭 這個石頭也是偏前面 這樣後面還有一撮了 主要部隊已經到了前方 直接燒了 伊索比亞直接上高地 但攻兵只有1屍 伊索比亞的毛兵是吃不到攻速加成的 這邊直接高打低 而且有一擊射 破爛這邊有兩隻長槍兵想要去戳 但這邊毛兵輸出很高 場槍兵可能會直接被反擊到死 那這邊伊索比亞按下更多刺頭 想要硬打贏這一波的戰線 這邊他覺得全部收下來 他比較安心 那確實也是這樣子 伊索比亞已經為死的狀況 盡可能的 如果能把對方的單位全部收掉的話 多按一隻刺頭 是覺得可以接受的 這邊單位全收 但這邊多按一隻刺頭 所以這隻刺頭不應該出來了 但沒有關係 按了就按了 按了之後也是要趕快去繞對手家裡 繼續繞 繼續騷擾 那毛病的部分 可能現在不用按太多 現在要準備來上城堡style 黃金跟食物 先要暫時keep住 不能再消耗掉 好 上面繼續按 那破爛這邊的動向也是 這待會可能黃金要多挖一點 現在可能要配到五個人 黃金會比較OK 因為待會肉量會直接起飛 他如果這邊不直接按肉碼的話 我就按肉碼了 那就沒事了 就還是按肉碼 還想繼續打封建 這邊繼續打封建的話 破爛可能會有點落後 因為我們是上帝視角 所以這個經濟配置 還有這些看起來的東西 會比較直觀一點 當然破爛人這邊要按刺頭也沒什麼問題 這邊直接努力敲笑 這裡有一個穴 結果這邊 刺頭走進去 藏人兵按個幾隻 是有可能全部收掉這些弱碼的 但這邊沒有選擇要去抓 把全部藏人兵拉到前線 做防守進攻騷擾 那這一波騷擾 我覺得可能打不到太多東西吧 因為不然自己家靈結便鬧到了 這邊可能就是小大小弄 這邊工兵出來 第一時間想要收掉對方的刺猴 但刺猴血量還是有點多 OK 勝利收掉了 炮戒了自己的攻速優勢 直接收掉了前面的單位 那只剩下一隻工兵 一隻工兵 欸欸欸 你刺猴幹嘛幹嘛 刺猴幹嘛 哇 刺猴直接戳爛一隻肉嘛 尷尬了尷尬了 這裡沒有空好 好 那伊索比亞順利的點下了城堡時代 那波蘭這邊一次喔 時間差距不多 兩邊都是打得算是55開吧 並沒有太多的一個交換的感覺 好 這邊有少量的毛病直接擋下來 那伊索比亞這邊 可能要想辦法去解決這些毛病喔 很有可能波蘭上了城堡時代 會打一個騎士戰毛的路線 那支援量可能應該來說算是極限喔 那伊索比亞點下了馬卡 可能是要來轉這個駱駝 這樣駱駝的好處是戰毛兵 加上這個 對方騎士喔 是可以全部counter掉的 因為你自己的駱駝 打對方的戰毛兵 也是傷害也是不錯好的 這裡有補第二個馬舟嗎 看一下 單馬舟出兵 是這樣子嗎 看起來有點像喔 拉麥教然後出點駱駝 鐵鴨鯨 那伊卡斯爾會出點騎士吧 先出個騎士去砍一下戰毛兵 好 果然 按了一隻騎士 那這邊果然生下了戰毛 那波蘭這邊還稍微按碼 這裡不按碼絕對是怪怪的 波蘭的優勢就是肉多 我按碼過外的 這邊還補修道院 這個修道院就蠻OK的 但對方的這個工兵真的是有點多喔 那待會奴兵一生好 這邊戰毛兵還來不及生好 就會有點危險喔 可能會被反打回去 而且二級射也沒有點 所以這邊要稍微思考一下 要不要去點這個二級射 好 升級到戰毛兵了 但是由於沒有射程優勢 二級射沒有的關係 所以還是有可能被對方風箏喔 這個反打很痛 直接殘血了 然後這個殘血騎士拉回家 讓僧侶補一下血是不錯的 但是沒有足夠手術 還是送掉自己的嘛 戰毛兵 唉唷 直接 射爆 好 騎士出到了四隻 那伊索比亞這邊慢慢按出了駱駝 騎士配一些駱駝 怪奇木魚點下 兩邊打的偏強軍士喔 但波蘭這邊慢慢轉出了自己的2TC喔 直接雙TC開農 好 那波蘭確實開農起來的話 優勢會越來越大的 這個水球會滾得非常的大顆 好 二級射要點一下喔 現在有足夠的資源可以去點二級射 好 這邊是不是選擇點了二級馬卡 哇 這有點意外喔 居然是要直接打 騎兵路線 那如果是要打騎兵路線的話 待會地上TC喔 一定要開在石頭去喔 環境有開了 OK 那因為他一定要把石頭去點下貴毒特選 才有可能打定對手 好 這邊可能要再稍微退一下喔 因為這邊騎士二反還沒有好 那駱駝的數量現在有點多喔 現在打起來的話覺得會吃虧的 那伊索比亞ACC喔 這邊打得非常強軍事喔 連頭石頭都出出來了 這樣意外找他TC會下的比較慢一點 因為可能破籃三TC已經開下了 他可能二TC也剛好 但這邊軍事上眼鏡有點勉強喔 有點可能打不太贏啦 勝率沒有在 這裡可能趕快按個勝率防守一下 這個夢想很有可能被打破 好 頭車砸一發 喔 直接砸爆一堆殘血了 這裡再一發 喔 舒服了舒服了 這個頭石車就是這麼好用 好 伊索比亞這邊經濟看起來也算是可以的喔 雖然現在稍微有點落後 大概落後一村了 也沒到非常誇張 可是在這邊直接站了回來 一個頭車砸掉 而且還空掉三片農田 好 這樣其實就不虧了 那這邊山綠牠還是要趕快按出來 那石頭可能要趕快先補一下 趕快挖一下石頭 這邊石頭趕快挖 然後現在 待會才可以用這個城堡守住大中原 好 這個馬就可以砍掉沒問題 頭石車出來 直接砸掉一隻落鎖 好 現在駱駝對於破案來說是一個大難題喔 這邊最好的方式就是用聖旅去著想就好 先招騎士嗎 哎唷 招到了 不錯 這個騎士招到 這個先解一下頭車頭車會不會互換掉嗎 沒有 OK 站毛兵 趕快上去點老駝被點掉 下方騎士直接原地開打 駱駝很有大的優勢 當然這邊上面毛兵全部把工兵收掉 這邊很賺 哇 結果駱駝數量不夠多 直接被騎士數量碾壓 直接屌虐 哇 波蘭這邊一大勝利啊 把伊索比亞ACCN的兵全部吃光了 但ACCN這邊是想要用自己的兵去爭取時間 讓自己有開下3TC的時間 讓對方沒辦法開3TC 這樣就可以經濟反超了 這一波操作雖然ACCN看起來很送 但是他這是故意的 故意要送這坨兵的 其實也不知道稱故意啦 就是已經被迫一定要開戰 打到最後了 好 一定要all in一波了 這個不all in的話 可能跑到一半 會更虧 好 那這邊送掉一波兵之後 3TC開一下 3TC農起來 就可以開始安置這些兵了 這邊該是會先把弓兵再續血啊 畢竟伊索比亞的弓兵實力實在太好了 現在要打對方騎士或是戰毛兵 其實都不會太差 只要數量夠多的情況下 可能連對方戰毛兵都有可能打得贏 因為只要再搭配一些頭車 去限制戰毛兵的走位 就可以了 騎士的部分要處理也是很簡單 僧侶按幾隻 然後弓兵繼續按 就可以了 現在的roll 就要投資給3TC的村民了 然後再去補一下科技 科技的部分 可能要稍微點一下二級馬卡 或是直接補下攻擊 補一攻的好處是 待會出的這個彎道永續 還是可以使用的 那如果補 投資二級馬卡的話 我覺得是 沒有那麼太大的必要性 雖然可以抵抗一下 一點的 這個騎士的傷害 跟戰毛兵的傷害 但我覺得這個投資下去 其實用途並不太大 好 但是要思考 破蘭絲後面會大馬爆了文明 所以二級馬卡這邊投資 其實也不會說到非常的慘 我覺得好像可以嘗試看看 畢竟待會銀貫點下 黃竹特選 不是黃竹特選 黃竹血脈點下之後 這個駱駝抗騎士能力 可能會真的蠻強的 好 這邊直接被砸死老頭 騎士再繼續追 把老鼠全部收完 好 AC 現在這邊極大劣勢 但換來的是 比較強大的經濟 SPA三村對上六十八村 果然佩特這邊 防守雖然手下 但經濟很明顯的落後 這邊可以蓋一棟城堡 如果這邊要來的話 就要蓋錢先蓋堡 可以果然大村民 這邊趕快插一座城堡 這也是剛好是個高地 但這個投資車要趕快解決 這個投資車解決不了的話 會很糟糕 再找個一下 騎士要第一時間去上去 尻到投資車 好 結果這裡直接被擋住 直接正面開打 把一些公命給砍掉了 那後面看到一台投資車要進去追嗎 是我會進去追 我現在有二房 二房的話就是要進去追啊 不然要幹嘛對不對 哇 這個城堡蓋的位置不太好 沒有辦法空到黃金之外 這個TC可能也射不到 除非要去點二級射 這個有點微妙 這個破爛人 這根寶 剛剛是因為沒辦法 欸 結果還射得到 哇 這是計算好了 我以為射不到 但黃金錯了1 就還是沒辦法 可能可以射到TC是OK的 黃金還是可以繼續挖 他剛剛不該這邊 是因為剛剛這邊的交戰 也不確定能不能蓋起來 但我的話我就想要直接ALL IN 如果這個寶蓋不起來 我註定要輸嘛對不對 那我不如就直接升差一點 我的想法會是這樣子 好 那破爛Hater 這邊還是蓋的比較安全一點 因為這個地方 確實是不會變成道特寶 好 比較安全一點 好 那這邊石頭就要繼續挖 那待會TC 不是TC喔 城堡蓋的位置喔 可能可以考慮 蓋在更前方的一些的位置 好 例如 這裡 或是這裡 直接插進去喔 插到一些農田位喔 會更好一些喔 因為這些地方 我們要把再繼續升插進去 除非你再把城堡蓋在這個位置 直接一個雙堡概念 但這樣打繞東西太少了 你要盡可能傷到對方經濟喔 這樣其實不太OK的 哇 後面再補一個城鎮中心 好 如果這邊補城鎮中心的話 這邊就可以考慮一些財座城堡 直接插爛對手 如果是我的話我騎士就直接上去硬砍了 直接砍爆這裡的TC的村民 好 這邊點下貴獨特權 破爛要直接大馬爆不農了 雙TC農上去 直接騎士強軍士 當然是伊索比亞這邊要點帝王時代啦 好 經濟夠點帝王時代 但這邊取消 欸 有點下去了 這邊在猶豫嗎 OK 那這邊城堡再補一個 直接插爛 沒錯 再插一個城堡 直接把黃金空下來 伊索比亞被逼得有點慘 那個死角已經到了 這時候還補經濟科技耶 哇 ACCM在效仿 效仿這個viper嗎 現在大家這些頂端高手 都在打這個經濟流派 只有HELA 反其道而行 就是不點經濟科技喔 還是偏多的 OK 後來這邊 城堡應該是可以順順的蓋了起來 前面還補下了三個馬就 頭車應該被換掉了 唉唷 這邊擦身而過 但是駱駝數量越來越多 自己的騎士可能還要再多一點 惡公趕快點下 好 這邊找個一下 頭車沒有被換掉 很賺 而且沒辦法走到第二發 頭車直接砸 三隻老頭直接遭騎士 應該可以反打成功 這邊騎士數量其實不夠多 駱駝數量是有領先的 但後方還有城堡的傷害 但是並沒有打到任何駱駝 這邊可能要稍微後退一點 比較好 哇 這邊騎士直接送光 駱駝直接反擊成功 好 這邊直接駱駝爆 二防也不用點 OK 打得漂亮 這波沒什麼毛病 好 忽然這邊可以再考慮 把這個TC給斷掉 但這邊上到帝王時代的情況 並不太好打 因為對方現在有科技上的優勢 自己時代落後 這個時候HAT已經沒有選擇了 他一定要繼續暴騎士 去淹屍對手 這邊漏浪一定還要再更多一點 所以後面大多人可能要再多傻一點 喔 有這啥 OK 這裡有新大中原 這裡也是 OK 這邊刺兵一定是要ALL IN的 那這邊就可以搭配自己的 奧布奇戰垂兵 但戰垂兵對於駱駝的效果 並沒有那麼好 因為駱駝本身就是沒防禦 那戰垂兵的效果是可以破防 沒打一下對方的防禦 都會雙反各減一點 好 那駱駝直接升級 但這邊駱駝有高低優勢 騎士直接被壓了回去 可能沒辦法打贏 哇 我覺得HAT極了 他不想讓對方變身喔 所以直接硬上了 但這個上的結果也沒有太好 四隻僧侶還在後方繼續補血 把殘血的弱頭又再 血量再拉了回來了 哇 哇 哇 真的是急了 這看的我也很急啊 好 這木頭又太多了 趕快再去補更多大中原出來喔 好 這邊蓋下工程器製造所 要來前線拆TC 哇 結果右側這個TC撐很久欸 好 駱駝頭司機出來了 駱駝拉到家裡防守嗎 沒有 直接繞背 OK 這一波繞背 這個洞來不及補 太遠了 哎呀 直接進來了 完蛋 家裡沒有任何兵可以防守 只能收穿 也沒有城堡 好 正面這個城堡應該也很快就拿下來了 雙巨頭 砸得很快 但其實這個時候 HAT應該要趕快把這個奇兵拉到右邊喔 去解決這一坨生率喔 還有這些 巨型頭司機喔 因為他的主力現在在家裡鬧喔 並沒有太多單位可以去防守自己的巨型頭司機喔 呃 這一波 這個騎士喔 完全都在繞來繞去喔 沒有做到任何事情喔 零輸出 結果家裡這坨兵也沒辦法做到事情喔 經濟非常糟糕 沒有維死喔 好 點下皇族血脈囉 那皇族血脈點下之後 駱駝就是我們剛說到的 可以抗這個騎士的 3防 3攻的這個傷害 直接抵3攻 就代表著說 這個駱駝 遇到騎士的時候 防禦是加3的概念 防禦加3是什麼 什麼想法 就是你 給你一個3防 然後再給你一個2防的概念 很坦喔 醫官 那當然是做對騎士來說很坦 但對步兵來說就沒什麼感覺了 哈哈哈 好 出入� Grand C三台直接往前降 但家裡的駱駝又蓄了起來咯 那這邊騎士沒有機會可以去解掉這一波的巨型頭C 黑塔這邊打的有點微妙 我覺得他的策略沒有想好 好 騎士回來救 這一波算可以救到 但是正面完全擋不住了 那這邊可以考慮上帝龍時代 那如果要上帝龍時代的話 戰純兵就不能再繼續按了 這個重裝駱駝打騎士還是很痛 好 破防 破成功 這邊上帝龍時代的話可能也打不太贏的感覺 因為到帝龍時代 忽然強勢的東西只有三攻 然後還有這個重裝駅駝的升級 那升級完跟三攻點完了 至少還有五分鐘 這個時間點沒守住應該就沒了 除非他可以把這波兵全部解掉 然後再重創 但是對方已經有強弩了 三級射也好 化學也好 直接開扁 打這個 對方的戰隊兵其實很好用 拿了一隻騎士到後方偷砍錡影頭司機 在這邊的一個足地戰法 要用塔直接蓋起來防守 強弩直接開射 效果是蠻好的 這波ACCM有點被反打了回去 峻影頭司機但是被修了回來 有點 有點微妙 哇好像還能再打 這看起來 伊索比亞很有料 有防毒血脈 有點喊 然後後面的攻兵駅在輸出 這邊戰槌兵的數量越來越少 佩特這邊能夠反打回去嗎 兵力有點開始變少 但巨型頭司機還在輸出 哇這波打得很極限 瘋狂ALL IN 再一刀 哇拆掉 剩下一排巨型頭C 那還有機會了 結果這邊黑特打出了GG 自己當位基本上送光了 哎呀 這個結束有點突然 但是這坨強弩沒有足夠騎士是拿不下來 但是如果巨出騎士的話 對方的重裝駱駝 又有這個皇珠血脈的效果 又肯定打不贏的 那ACCM這邊村民出現並沒有領先 剛剛被鬧了一波村民掉到106 ACCM反而是有這個147吋優勢 直接一個翻盤啊 ACCM這波打得非常漂亮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經濟 經濟來到了一個非常誇張的地步 直接贏了13000 這就是純龍 純龍跟強軍士打法的一個差別 那黑特這邊沒有利用自己的城堡 繼續拿到更多的優勢 雖然這個城堡差的很好 但是巨型頭司機 沒有剛剛 剛駱駝來鬧自己家裡的時候 沒有立刻把這個騎士 去裁巨型頭司機 這一個timing點 錯過掉了 感覺就是沒機會了 那我覺得他可以解掉巨頭之後 再馬上跑回家 就我就覺得可以 不用再繼續強攻 左邊這個TC的部分 這邊要強拆下來 確實要花一點時間 村民還是可以在後方 繼續修這個TC的部分 繼續拖延時間 ACCM最打的 最好的地方 就是這個駱駝鬧進去 然後家裡再補下一堆駱駝 繼續防守 那正面這邊 弓兵還有轉出強弩也是相當的OK 畢竟對方戰錘兵是非常害怕弓兵箭矢的 已經三防沒有嘛 只有城堡塞而已 所以抗箭矢的力已經相當好的 那我覺得這個是 蠻關鍵的一點的一個細節 那我覺得戰錘兵可能按的太多 當然不出戰錘兵的話 家裡這坨駱駝可能也手不太住 所以我覺得 HAT這邊可能沒有想清楚 自己的戰術的一個流程是要怎麼打的 那ACC這邊就比較OK一點 這個駱駝他就決定了 打對方這個騎士 你不要用駱駝來打 然後自己再轉出高兵 算是一個非常標準性的打法 彎道勇士就不出了 這個就是一個 你今天想清楚自己要該幹嘛的一個流程 我覺得相當很漂亮 好啦 那我們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就到這了 那如果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請記得幫我按下訂閱 那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